潜水僵尸 生前是一名优秀的潜水员 正常情况下 只会出现在水池关卡中 血量值270点 作为植物大战僵尸中 唯一会潜水的僵尸 总是喜欢来回的潜水 展示自己高超的技术 遇见植物会浮出水面 对其进行啃食 每秒可对植物造成100点伤害值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佩戴的潜水净破碎了 导致眼珠子种的很大 白色的背心上面写着 我爱某某某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 潜水僵尸也有自己心爱的人 刮鞋也少了一只 但丝毫没有影响它潜水的速度 水下潜行的它 可以免遭射手类植物的攻击 但是躲避不了 投手类与秒杀类植物的攻击 比如缠绕海草 窝瓜等等 如果潜水僵尸想偷袭大嘴花 那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成为大嘴花的下午茶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在涂鸦板中 潜水僵尸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天天在草坪上跑步 锻炼身体 在西游板中 潜水僵尸看上去像个渔夫 嘴里叼着一根竹子 潜水设备非常老旧 国际板中的潜水僵尸 潜水设备非常先进 两只脚都穿戴了挖鞋 潜水速度也非常快 蒸汽板中的潜水僵尸 带着一个格力罩 少了一条腿的它 却依然能潜水 这难道就是技术的表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